那麼呢我們剛剛已經展示過說我們可以打開一個檔案並且把東西寫進去啦 那我們剛剛也說基本上會發生的事情就是你給他一個檔名 他去檢查這東西在不在 如果不在就把檔案打開 那如果在的話呢就把檔案裡的東西全部都remove掉 然後再從頭開始寫入 那這當然不會是你唯一一個可以對output檔案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你是可以選open mode的 那麼open mode如果你想要選的話呢 你就在你要open的時候在filename後面加入一個option 你有三個option 方案一是default的option 就是說呢你會從location0開始寫入 並且你會把所有現存的資料全部都刪掉 這個是default的 那麼第二個可能性是 我呢去從最後面來開始寫入 但是我絕對不會把目前為止 剛剛打開時存在的檔案刪除掉 或者是修改掉 那第三種呢就是你一樣是從最後面 來開始啟動你的這個讀寫頭 但是你可以改掉目前存在的檔案 是這個意思 那麼呢這裡你要寫的 是寫所謂的iOS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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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的 Public Static Variables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用這個東西 就好比我們平常在用 Constant Variables一樣 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值 但我也不想知道 我就想直接把這個東西 打上去 那這個是因為它是Library給我們用 所以我不知道它Library裡面是幫 這個iOS-OUT iOS-APP設定了什麼Value 我也不想去C-OUT它 我就把它直接拿來用 那這樣Library要是有一天要改內容的話 我才不會跟著需要改我的程式碼 好 試一下 那麼今天呢 我們這個程式碼在 這個地方 我剛剛的程式 如果我在這裡改成 iOS-APP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來試一下 今天我假設先把這個TEMP刪掉 就好啦 然後呢我在這裡 我們來嘗試先Compile它 OK 然後呢我們來執行它 執行完了以後呢 這個TEMP這個檔案就出現了 那我們這裡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叫它TXT吧 那我們再來一次 F9 好 Compile完成 F10 執行 執行完了出現一個TXT 所以點兩下 好 看到這些內容 Good 那如果我們再執行一次呢 再執行一次 再打開來一看 好 你就會發現東西內容被 多弄了一份 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們就繼續往後寫入資訊 然後寫入資訊 寫入資訊 直到結束為止 這樣子 如果你再執行一次的話呢 它就會再打開這個檔案 然後再來一次啦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 你會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這一個東西 我們沒有指定它的路徑 是不是就是因為沒有指定路徑 所以它才會出現在 跟這個執行檔同一個資料夾的地方呢 沒有錯 就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想要執行 指定路徑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指定相對路徑 或者是指定絕對路徑 那這裡我就不特別花時間講了 大家有需要的話 去查一下所謂的相對路徑和絕對路徑 你就可以在這裡直接寫上 比如說 我想要在 開一個新的資料夾底下 去取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這個是要寫左斜線還是右斜線呢 你就查一查 然後你就試試看就可以啦 你就可以控制這個路徑 你要在這個的前一層 這個的後一層等等 都是可以做的 或是你用絕對路徑 你用根目錄開始寫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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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如何如何 都是可以做的 好 那麼呢 我們身為一個class 當然有其他東西 比如說我們有constructor 你可以不用點open 你可以在開啟檔案的時候 直接把你需要的參數傳進去 你可以只傳file name 也可以傳option 因為這個constructor 也有被overloading過啦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一次把這個檔案開出來 並且把連結連起來 那當然我們今天close這個東西 感覺上就有點像destructor 對吧 不過今天呢 我們在開啟檔案的物件的時候 它不必然地要跟你的一個真的檔案 產生連結 所以這是兩件事情 開啟一個這個file object 是一個要耗資源的事情 那麼呢 在它的生命週期結束的時候 記憶體會把它清掉 有了這個object以後 去建立連結 去點open 或者是在constructor裡面傳file name 這樣子的動作 會吃掉你系統另外一些資源 所以當你的這個讀寫已經完成了以後 你應該要去close它 那以便這個資源可以被釋放出來 讓你其他程式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一直不做close 而且你的變數也沒有被清掉的話 那你就有點像memory 就有點像是一直在宣告新的變數 新的變數 就會浪費你的空間啦 拖垮系統的效能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的 那另外這裡有一句補充的話 就是不論你的extension name是什麼 你create跟open的一定都是planetx file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它的意思 就是說啊 我們這裡 如果我們剛剛一開始展示的 我這裡如果說我要的是一個png檔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png是常見的圖檔格式 所以我感覺我好像可以透過它 來寫入一個png檔 那我們來試著執行的話呢 的確產生png 但你去點它兩下的時候 它雖然嘗試用相片相關的軟體打開 但它會跟你說打不開 為什麼打不開? 因為你如果真的把它的內容拿出來看一下的話 它的內容事實上依然是 我們寫入的存文字檔 只要你用offstream 小於小於 這樣子的方式去寫入檔案的話 不管你把檔名叫什麼 它都會變成一個planetx file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就是在講說 你不要期待換個副檔名 就能夠產生音樂 就能夠產生圖案什麼的 不是這個樣子 你要去看png檔 有png檔的規格 你要照它的規格把東西寫進去 mp4也mp4 mp3也mp3也mp3 的依此類推 那我們今天呢 當然就只講這個文字檔而已啦 那另外 offstream裡面有一大堆的member function 比如說有個叫做put的 put呢 讓你可以把一個字元寫到這個檔案裡的 這一個讀寫頭的位置上 然後讀寫頭往後移動一格 依此類推 那我們當然沒有要把各式各樣的這個 function 都跟你介紹的意思 你就去查查看就好了 比如說你打開剛剛這個網頁 你說咱們來查查offstream吧 就查查看 你就發現喔 offstream 它這個呢 看起來有點複雜啊 不過你拉到底下一看 就是各式各樣的 public member function 可以用 open啊 isopen啊 close啊 等於啊 什麼的 然後呢也有這個小於小於可以用 然後 goode eof 一大堆 大家呢就這樣子查查看就可以啦 好 最後來看一個例子吧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我呢 開一個offstream的要寫入的檔案 然後呢 我有準備名字 存名字的這個資源陣列 然後呢 有存數字的陣列 存數字的整數 然後我幹嘛呢 我先檢查一下這個檔案有沒有正確的被打開來 那 scorefile是一個offstream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if 它會回傳true或false 那這個就很像我們以前 用c印讀入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放進while 是差不多的意思 如果 scorefile有被正確的打開 這裡就會回傳true 那麼not就會回傳false 所以呢 在 沒有被正確打開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 結束這個程式 這樣子 好 那 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啦 底下這個要仔細閱讀一下 因為它這個 負負得證還蠻複雜的 這個東西 return true if the file is not created successfully OK 好 那什麼時候會打不開 比如說 你的硬碟滿了 就不能再新增檔案 或者是 你檔案存取的權限不夠 那你也不能存取 大概是這一類的理由啦 好 假設界都沒發生 於是就進入這個while回圈 如果要繼續的話 我們就輸入一個人的名字 和他的成績 然後呢 我們就把名字和成績寫入檔案裡面 而且中間還插一個空白鍵 這個是我們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 來寫入資訊 然後呢 程式會問你要不要繼續 如果要繼續 你就繼續 那我們來試一下 好 這個檔案在這裡 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檔案 打開 然後把該準備的準備好 然後呢 檢查 檢查完了以後呢 就進入while回圈 就是 寫入 讀入 寫入 意思雷腿 這樣子 好 這個檔案呢 在這裡 那我們來試著執行它 看看 首先呢 我們來compile它 好 完成 compile完了以後 這裡 出現了剛剛的compile檔案 那你如果點兩下的話 你這樣子執行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我就在這兒吧 我就說好 Alice 考了100分 不錯 要不要繼續呢 要 Bob 考了98分 要不要繼續呢 要 然後比如說 這個cat 考了68分 然後呢 要不要繼續呢 不要 結束了 結束了以後看到這個temp檔 打開來一看 Alice100 Bob98 cat68 大概就是我們剛剛的東西啦 那很顯然地 你可以做一些修改 你可以做一些修改 比如說 輸入的方式可以改 你不要空白 也可以對吧 你可以給它一堆其他的符號 所以比如說 我們就在這裡試試看吧 好 一樣 你說 Alice 考了100分 要 Bob 考了98分 要 cat 考了68分 78好了 好 要 不要 不要了 好 那麼檔案長什麼樣子呢 果然就長這個樣子 你叫它怎麼輸出 它就會怎麼樣的被輸出 檔案就會長成你要的樣子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在講說 為什麼 把資料寫入到檔案裡 write 比較容易 因為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寫成什麼樣子嘛 那如果你要讀東西的話 就要照它的規格讀 就會稍微麻煩一點啦 好 那最後 如果我們把這個 score file replace 成cout的話 會怎麼樣 那也很簡單 一切被寫進螢幕的東西 寫進檔案的東西 就會變成寫到螢幕上 所以你仔細的閱讀一下這個程式碼的話 其實幾乎跟以前就是沒有什麼差別 只不過就是 這裡放cout 就是丟到螢幕上 這裡放檔案object 就是丟到檔案裡面去 這樣子 這個概念通了的話 寫檔案無非就是這樣子而已啦